實現一個夢想 需要付出多少代價 李嘉峰 捨棄教鞭投身奇幻世界 2010年獲得美齡獎後 蘊藏在他腦中的瑰麗魔光 逐漸展現於世人眼前 BOMOSA Crew 集結了台灣B-BOY的各路好手 他們舉著以這塊土地命名的旗幟 踏上國際舞台征討八方 終於打下半壁江山 為了成為超級偶像 他們捨棄的工作 學業以及故鄉 在披荊斬棘 擊退無數對手後 看見成功的曙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 total 4の光 6 total 6 total 6 premium 6 電気 9 6 7 6 中文字幕——YK 好 非常地精采 在今天小燕姐 一開始這麼精采的表演 今天我們要為您介紹 很多傑出的年輕人 他們千辛萬苦就為了上台表演 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這一個團的表演叫做 福爾摩沙庫 對不對 我們來掌握一下 好厲害喔 我沒想過我要出國比賽 但是我做到 福爾摩沙庫 以團長柏青為核心 集合台灣五個頂尖團體的 經營成員 因2014年的BOTY大賽所組成 我想跳一輩子 因為是我的生命 第一部位是我的生活方式 第一部位就像我的女朋友一樣 我每天都會關心她 歷經無數賽事與磨練 帶回大大小小的獎盃 終於在2008年獲得了世界第三的榮光 我怕要是看到我拿著我跳舞 拿到這個它應該會爬子吧 真的 為了不被既有框架所束縛 POMOSA要在世界跳出名聲 讓台灣街舞被世界所看見 目標南瓜所有的世界冠軍 剛剛我們看的舞蹈真的好厲害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是覺得你們爸媽看的就說 你們天天在練就練這樣子 練得脖子也歪了就 媽媽應該很擔心 真的很擔心 怎麼會扭成這樣子 不受傷嗎 這都是過程 他們說扭傷就是過程 是不是 來…小鐘 長不高是不是因為跳這個 不是… 不是嗎 是本來就這樣子是 真的是這樣子 但是跳這個舞真的很辛苦對不對 是 真的 途中你要面對就是很多就各自的壓力 不管是學業啊 還是就是像爸媽擔心之類的 我真的看不出你到底多少年齡 真的嗎 嗯 我二十多歲 因為你 又有頭髮又有鬍子 又有胖子 我覺得很性格 很性格 對 阿姨娘說你很性格 對 謝囉 太大聲 太大聲 哇 厲害 不過你們剛剛 在跳舞的時候 每一個人我發現都是 這都要苦練多久 我們這裡面跳最少的應該是 阿中大概七年還是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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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歲 十四歲 你呢 我也是十四歲開始跳 十四歲開始跳 這不妨礙發育嘛 你呢 小龍 我十八歲開始跳 十八歲開始跳 我也是十八歲開始跳 十八歲開始跳 對 高一 哇 你這名字很難用 空Rock 空Rock 高一開始跳 對 你現在呢 幾歲 二十五 今天特別請你們來 因為你們都是各中的比賽當中 像你們都是從十幾歲開始練舞 然後你們去參加什麼比賽 一個就是 就是像是街舞界地板界的一個奧運 叫做BOTY 一年尬一次的意思 一年尬一次 對 然後就是年底搬在德國 然後他從年初就開始一直選每一個隊的冠軍 每一個國家的冠軍這樣子 哇 所以這個很難耶 從小開始跳舞就喜歡這個 這是一個夢想的舞台 然後沒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有機會站上去這樣子 所以你們最佳的成績是在2008年在德國取得BOTY對不對 對 世界總決賽的第 第三名 第三名 哇 這不簡單耶 因為我覺得外國人跳街舞全身 有些人的好像那個天生就是跳舞的 那我們東方人就這樣苦練來對不對 沒錯 真的很辛苦 2004年就第一次站上去就覺得自己很渺小 然後後來就一直不斷的 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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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來…我們來… 好 今天我再介紹這一位這個 穿著這個Bling Bling的這個家鋒 家鋒今年29歲 他是應該去當老師的 對 師範對不對 對 師範大學 對 怎麼變得魔術了 其實我從小就立志要當老師 我永遠記得我在國小的時候 老師曾經有一篇作文題目叫做 以後的志願 我那時候就寫說我要當老師 可是一直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的志願是我想開個冰店 那時候因為我媽不讓我去冰店 我就想 我要去開冰店 看誰不讓我去冰店 所以志願我那時候很想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想要當老師 對 結果呢 那一直到大學 為如願以償的考上的師大 然後在大二的時候呢 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一條不歸路 在那時候有社團銀心 就是很多社團的攤位 然後他們辦了很多銀心的攤位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個學長 看我走過去就說學弟 學弟 你要不要來看魔術 我說好啊 然後他那時候變得一個硬幣的魔術 給我看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變得 整個就卡住了 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 就卡住了 已經懂很多了 就怎麼發生的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就是不可思議 我想知道秘密 所以我就先加入了魔術社 李嘉峰 原本身為一介宅男的他 因為愛上魔術 從此人生再也不平凡 不同於古典魔術 李嘉峰擅長融合科技與多媒體 憑藉著過人的創意與巧思 為這項古老的表演藝術 注入新生命 雖然從學生時代 就頻頻在國際賽事獲獎 他的心情耕耘 直到二零一零年 獲得號稱魔術師奧斯卡的梅林獎 方才宣告開發結果 對他來說 魔術是什麼 李嘉峰說 魔術 是能為大家帶來歡笑與幸福的 神奇力量 魔術這項奧斯卡的梅林獎 那應該不簡單耶 對不對 對 它是 我沒有預先想到說會得到這個獎 因為這個獎對來說太大了 所以它是我意外中得到的獎 參加比賽 或者是想要去 我覺得都 真的很難像超 我覺得 我常常每個禮拜 因為我禮拜天錄 百萬小街場 我禮拜六的時候 就一邊看劇本 被那些很難的題目在想的時候 就看你們 有時候真替你們很難過 怎麼會咧 岳陽呢這個 其實在POP演唱很久 妳不要看她 她只有24歲 對 對 對 因為跟後面的團體是一樣的 那小燕姐 我那個在POP唱歌 是在比賽的同時去唱的 同時去唱的 對 就是七月參賽 那時候開始電視 開始開賽的時候 我才去唱 所以是 為什麼 七月就給人家的音樂 應該也是 是